台中市有一名10岁男童在跨年夜突然被两名绑匪冲入了家中的车库 将他拖上了车炉走把他的母亲打了一顿 结果呢 歹徒向家属勒赎800万元 但是都没有出面取款 隔天在彰化释放了这个男童 而现在监视器的画面已经曝光 看到这个男童呢 被丢在路边 他下车之后边走边哭也不敢回头看 天气恒冷呢 赶快把拉链拉上来 一路走了90公尺到超商向店员求救 后来终于是平安的回家 只记得绑匪告诉他下车之后不准回头看 我看到的时候他妈妈已经那个满嘴都是血 第一的时间就想要去救人 我喊那个歹徒啊 那个歹徒说是油门的财 男童向警方表示被掳期间被蒙住眼睛 但没被虐打 绑匪完全没在他面前出声 所以不清楚绑匪的长相 但在案发当天 两名绑匪冲进男童家车库 殴打男童母亲掳走男童 整个过程目击着心有余悸 东天嘛 衣服穿多一点 我看你拉着就钻进去 男童惊魂37个小时 历劫归来之后可能惊吓过度 有一些字都忘了怎么写 疑似出现创伤症候群 还好最后平安返家 父母终于能够安下心来 谢谢陈思源 领军员陈梦辉 台中彰化 采访报道